来看到瑞瑞乡立图书馆为了要提升大众的阅读风气 善用行动分馆资源与乡内的部落文件站结合 共同推办书籍导读以及手作DIY研习 而文件站的长者就地翻阅书籍绘本 并由专人来带领导读书籍 互动热络让阅读这件事变得轻松容易 乡图行动分馆开底部落文件站 由专人导读书籍互动热络之外 相公说明证客也贴心准备手作DIY研习课程 部落长者们动脑又动手专注学习 我喜欢红色的 你的是什么的 我叫你说你不懂我走 我都 瑞瑞乡立图书馆为了提升大众阅读风气 今年推办行动分馆游走在各大小活动现场之外 相公说明证客也特别规划走读文件站的活动 让部落长者秒变文艺青年 翻阅书籍沉浸在书香世界里 这个图书馆他们教我们这些手作 还有念书啊导读 你觉得好不好 反正来文件站都好啊 有给我们看啊 看那个我们以前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 古手的那个照片啊老照片这样 对 不管很多那个什么做那个什么那个客家人的那个菜啊 还有我们什么高血压啊 要吃什么胆固醇啊要吃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韩庇 也借由各式手作DIY研习课程 让部落长者们深刻体认阅读这件事 变得轻松自在 真切享受阅读的乐趣 乡图行动分馆走读文件站 每场皆获得部落长者们的正向反馈 不错对因为我们就是结合文件站直 然后大家反应都还都蛮喜欢的 对那主要是希望我们也是希望这些 他们能够对我们这些阅读产生兴趣啊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图书馆来做借书 所以我们像我们特别挑的书籍都是 都是长者们会喜欢的书籍 11月份首场从图书馆本馆展开后 乡图行动分馆 今年依序走访了瑞良、瑞美 以及加纳纳、纳鲁湾 还有拉吉哈干四个部落文件站 深受长辈们的喜爱与欢迎 民政客也不排除明年能继续推办 让瑞瀉香成为一个书香弥漫的乡镇 记者是玉兰瑞士台湾报道